蔡先生手上这个长得像锣一样的石头 个头比我们平常见到的福寿锣还要再大一些 而在地上的石料堆里还有很多这种锣形的石头 它们大小不一 有的已经断裂了 有的还是完整的锣形状 蔡先生对这些石头特别感兴趣 接到爆料后 一般记者联系了对石头文化颇有研究的专家 来到现场帮忙辨认 曹先生也对化石的知识做了一个普及 化石的形成除了要有足够的年份 还需要一定的环境因素 就看环境 正常的情况下就是环境密闭的好 几十万年也能成为化石 如果环境密闭的不好 它进了空气 那么它就是形成 一千万年它也形成不了化石 尽管还没有形成螺化石 不过这种螺泥岩的形成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曹先生推测 这些螺泥岩的年份大约是在十万年 听专家这么说 蔡先生的好奇心又有了起来 连连发问 蔡先生一连提出了很多个问题 大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驾驶 看起来 他对于生物学非常感兴趣 蔡先生告诉记者 自己虽然只是个小货车司机 学历也不高 不过平常却非常喜欢关注 科考方面的知识 因为喜欢探索 探索位置 蔡先生这种意识 确实难能可贵 对于他找到螺泥岩的这个发现 曹先生觉得 虽然这些螺泥岩形成年份 在十万年左右 科考价值不及化石那么大 不过这个发现也可以充实 考古工作者 对该地区生存环境的研究 进化镜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